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11日,星期六 今天這段片要跟大家說錢 不過可能跟大部分香港人都未必有關係 而是說澳門政府派錢 近年2023年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一省發表了2024年 財政施政報告 延續多項的慰民措施和稅務優惠 繼向澳門永久性的居民 每人就派發一萬元的澳門員 而非永久居民每人都可以獲得 6000元的澳門員 這次澳門政府派錢 已經連續第17年派錢 由2008年開始 至今年2024年 連續17年就向澳門的居民派錢 香港的居民 就不肯得那麼多 澳門政府就說這次派錢的計劃 涉及的財政開支 達到73億6000萬 而預計受惠人士就有74萬8000個 不肯得那麼多 澳門特區政府相當闊老 除了向住在澳門的居民派錢之外 原來 就算你長期不是住在澳門的居民 都可以獲得派錢 原來他們的 派錢方法安排有兩類 一類就是銀行轉帳 第二類就是郵寄或線支票 給你 原來 只要你登記了 用郵寄支票方式 獲得派款 澳門政府就會 每年如果實施的派錢計劃 都會派出支票給你 政府的發言人就說這次 郵寄外地的支票 大約有48000張 其中 內地人士就有6600人 那麼多 香港人 你猜到多少 原來都是38000人 那麼多 例如李克勤 好像都可以獲得 肥媽更加不用說 一定是可以獲得 6000元澳門員 肥媽拿到6000元 會不會有請中聯號聲音 以學員吃一餐呢 不過這麼多學員108個 加上中一生 6000元澳門員都應該不夠 可能要補貼一點 不說了 原來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澳門居民 都有2800人 那麼多 跟香港政府不同 如果你移居了 去別處 上次的消費券都不能獲 是不是 當然這是一國三制 內地的制度 澳門的制度 跟香港的制度 都是不同的 你想想 你去年移民了 或者移居了 去英國 朋友都拿不到 幾千元的 消費券 是不是 對澳門政府那麼闊老 派錢給一些 長期都不是住澳門的居民 住在澳門的本地居民當然多多意見 有些就會說 那真是浪費了 現金分享 最好是給澳門人 在澳門居住的 才是澳門人 那也有些認為 嘩 你長期都不在澳門住 在海外住 對澳門有什麼貢獻 為什麼要派錢給他們 但是澳門政府 暫時沒有改變這個政策 也有澳門居民 覺得不應該派錢給一些 不是住澳門的居民 眼見很多外勞 長期在澳門工作 澳門真的做了不少 但是有一點優勢都拿不到 他認為應該 這次派錢 都可以派給一些 長期在澳門工作的外勞 他對澳門建設了那麼多 創造澳門 應該都拿回一點福利 都合理 澳門政府 由2008年開始 直到今年2024年 連續17年 就向澳門居民派錢 有些深水的朋友 計一計 如果你的家有4個成年人 每年獲得澳門的派錢 累積起上來 真是可以夠錢 供首期 我們看看這17年裏 澳門政府派多少錢給澳門居民呢 2008年開始 澳門就宣佈 派5000元給永久居民 非永久居民 都獲得3000元 到了2011年 因為經濟環境 不是那麼好 澳門居民 獲得4000元 非永久居民 就獲得2400元 但到了2012年 就多了 到了2014年 至2018年 澳門居民 一年獲得澳門政府派發 9000元 非永久居民 都獲得6折 5400元 到了2019年 至今年2024年 澳門居民 就獲得10000元 非永久居民 都獲得6000元 一個合資格的澳門居民 累積上來 究竟獲得政府派多少錢 我看另一個表 由2008年至今年2024年 一個人17年裏 獲得政府派錢 141000元 如果家裏有4個成年人 4個人累積17年 就可以獲得政府派錢 564000元 假如層樓是500萬 那層樓比首期是一成 一成即是50萬 這個四人家庭 就足足可以將政府 所派的錢 去供一層樓 給首期 香港的居民 市民 賺不到那麼多 有些香港人 看到澳門政府 連續17年派錢 給澳門居民 都流口水 想想 可不可以移民到澳門呢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移民到澳門 不過好像移民澳門 都不是那麼容易 香港人看到澳門政府 派錢給澳門居民 只有羨慕 行得那麼多 好,那今天的分享 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一條片再跟大家 聊過第二件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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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